預備來 加油 加油 好球 球速可達160公里的發球機 小朋友沒在怕 大棒一揮球飛得又高又遠 原本慘淡經營的光榮國小棒球隊 最近新加入了發球機這個生力軍 讓孩子們的訓練更扎實 比較準 然後比較好打 有發球機練起來 比較好 今天心情怎麼樣 很好 很好 發球機開不開 開心 有這台發球機第一個可以省時間 第二個小朋友的打擊會更安心不如更短打 就那個投手不用每天這麼辛苦在丟球 保護他的手臂 這樣他以後棒球的路才會長期的走下去 成立不到一年的光榮棒球隊 在前職棒選手劉明璋的指導下 參加多場友誼賽都獲勝 球隊有實力 唯獨經費不足 希望成為孩子的支柱 地方上的企業主紛紛響應 不只贊助發球機 午餐費用也大力相挺 教練都跟我說 學生這個暑假期間 營養午餐的問題 我就去我一個里內那個資源回收場 大進資源回收場 楊老板那裡楊文吉 他又慷慨捐了五萬塊 營養午餐剛好一個月是一萬二 所以我也樂捐四千 這是我們的國球嘛 棒球夢能從小扎根起 那是我成為一個企業主的一個希望 讓他們呢 能夠有這個發球機之後呢 好好的練習 為我們地方來增一點榮譽 那也圓了這些小朋友的棒球夢 心裡面真的是覺得 非常的落下一塊大石頭 因為真的單獨的那個小朋友 做一個教練的教導練習的機會 真的很有限 今天出示這個發球機啊 你看小朋友興奮的心情 跟那個打起來那個著實感啊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 幫助的力量進來了 謝謝 謝謝你們啊要加油 謝謝你們 禮貌周到的小選手送上花束 還有大家一起親手畫的卡片 向贊助的叔叔貝貝 表達最深的感謝 讓大家看到 其實球隊的意義 不只為了培訓 更提供孩子們 另一個學習成長的機會 記者薇婷 台政策島